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我们考察的重点 我们教材包括哪些章节 那么其中哪些章节是我们近五年考察的重点 特别还想说一下 我们这个2021年一件事的考试产生哪些变化 这是第一个 也就是如果把这个考试 我们最终作为一场战争 我们备战 那么我们这个考试分析 就去摸清底气 第二方面 想下介绍我们的学习方法 我们在历年备考指导过程中 经常发现 很多学员到了最后 还犯了一些很低级的问题 比方问我们指导老师 我应该怎么去学习 是不是需要去选择题刷题 按理分析题背不下来怎么办 经常会有类似问题 那么学一方法问题 我们希望在这次课程以后 就给大家讲清楚 希望大家能够呢 在备考的全过程中 用正确的方法来进行我们的学习 好 下面足以进行 首先说一下 我们第一方面考试分析 考试分析呢 包括四个点 第一点首先说一下 考试科目特点 第二个介绍一下试卷结构 这主要是对新学员 老学应该说这一块 是比较清楚 第三个是我们提示一下 我们考试的核标准 最后我认为最核心的 是我们第四个 就是教材的重点在什么地方 特别要说明一下 我们2021年一线试等考试 在教材重点上 是不是发生了一些 变化 希望大家说清楚 好 那么首先先看考试科目 我们一键考试 是考四科 我们在周六上午 是进行我们经济科的考察 然后周六下午 是我们法规科的考试 周日上午 是我们管理科目考试 那么在周日下午 两点到六点四个小时 是惊心动魄的 我们专业工程管理实务的考试 那么这个专业工程管理实务 主要包括十个专业 其中包含我们的 市政工艺工程管理实务 应该说我们考试时间 是四个小时 走入项目 试验结构呢 我们直接给大家介绍一下 包括三大样题型 第一项题型呢 我们叫单项选择题 也就是通畅所说的单选题 单选题应该说 对考试技巧要求 是最低的 它对就对 错就错 一般来说 没啥太大问题 只要你这样才复习过 或者有个印象 基本上可以勾选出来 然后我们的第二大项呢 叫多项选择题 那么多项选题 请拿出一 我们是十个题目 每题两分 那么加在一起呢 也是二十分的分值 好 它的游戏规则应该说 跟大家的基础科目 是完全一样 就是说我们每题的选项中 有两到四个是正确 不允许有错选 因为一旦有错选的话 这题退零分 在没有错选情况下 每选对的每个选项 我们给零点五分 但如果你如果这题 整个都选对 那么两分到手 它是这么有些规则 然后第三大项应该说 是我们的失误操作和案例分析题 这项过去呢 在18年之前 我们是叫案例分析题 在18年以后 我们改为了叫 失误操作和案例分析题 也就是所谓的实操案例题 这项题型呢 应该说是很多考生比较怕的 它包括五个大题 其中前三个大题 我们是二十分的 然后两个题呢 我们是三十分的 那么加在一起 这项一共是一百二十分的分值 我还来说过 很多学员呢 比较怕的是我们这个失误操作和案例分析题 但是实际上 从我们这个利点考的情况来看 不单单这一项 我们很多学员在多项选择题上 得分也是非常不理想的 甚至有的学员呢 这项得分在十分以下 就多选二十分啊 在十分以下 如果说多选二十分 你再十分以下的话 你最后想要追回来 应该说比较困难 我在这边呢 给大家定个目标 我希望大家 单选题呢 以这个十七分 作为你的分等目标 就单选题啊 应该是 大于等于十七分的 然后多项选择题 我们以十三分 作为分等目标 大于等于十三分 那么这样子 你选择题加在一起以后 应该大于等于三十分 就是说选这些十分啊 我们尽可能控制在十分以内 那么这样子 一般考试都是九六分几个 未来考试呢 也都是九六分几个 那么我们这个第三大项 事务操作和按理分析题 你只要考到六六分 就上按了 这加代就超过九六分 所以就说 如果你以我们这个目标 来进行备考的话 能够实现的目标的话 基本上就没问题 但是我想说一下 我们考试时间呢 前面说过 是下午两点到六点的四个小时 满分一半六分 应该说四个小时做这道卷子 时间是够的 只要你训练有素的话 时间够的 我们还有门考试 就是二级尖导师 试证十五个小时 他呢实际上 考试时间是三个小时 但是试卷结构上的区别 就是比一键试证 少于到按理分析题 我个人觉得 用一个小时时间 来换到按理分析题 还是隔算的 那也就是说 我们真正考试时间紧迫的 但并非一键试证 而是二键试证 好 所以应该说时间够的 但是我们历年也发生过 很多学员 对吧 时间是考试时间啊 这个不够用 这种现象 甚至有学员说 我在做最后一道 二年分析题 三年分的时候 我可能只蹭 半个小时不到 那么如果出现这个问题呢 我个人觉得 一个非常大的原因 就是平常训练不够 训练不够 可能平时我们客厅的比较多 我们这个 眼睛看的比较多 听的比较多 但是我们真正动手写的时间 并不多 就相当于 如果今天有马拉松比赛 你说你 我只看过马拉松比赛 我只听过马拉松比赛报道 但是我从来没有练习过 没有去训练过 那么你肯定不可能跑下来 一个道理 就是说平常训练不够 导致不知道怎么该答题 怎么去合理分配时间 所以如果你想通过 一件试证考试 我认为你必须要有 一定时间的训练量 这个是怎么训练呢 我们会不会专门说 好 那么下面看一下 我们一件试证 实物 我们近十来年的 合格标准 那么通过这个观察 大家可以发现 我们除了在 2014年这个年份 我们是 八二八分及格以外 在其他所有年份 我们都遵循 九六分 这个及格的标准 也就是160分的 满分卷子 按照中国人 60%及格的习惯 内诚的话 正好是我们的九六分 并且在去年年末 我们国家的相关主管部门 也发了稳健 就是今后我们 这个一件试证的实物 都是九六分 作为几个标准 就不再专门公布 合格标准 所以大家应该 以九六分 作为你分头目标 只要你实现九六分 你就实现梦想 但我们前面把 这个三大提醒 每一大项提醒 应该得多少分 给大家把这个 每一项的这种分数线 也划分过 然后我们下面就进入 我们这个考证分析中 最核心内容 这是我们这个 教材重点的介绍 那么在介绍教材重点之前 首先想说一下 我们考试用书的情况 我们一件早诗 考试用书 应该说过去 我们是每三年 进行一次修订 当然我们这2015年 是第四版考试用书 也是一个 按三年修订考试用书的 末代的考试用书 因为从2016年往后 我们应先导师 考试用书 是每年都进行修订 但是这就产生问题 有学员说 我拿去年教材备考 可不可以 那么请大家注意 我们实际上 这种修订的应该说 都是一些小范围修订 因为经过这么多年发展 我们攻击的一些 基本理论基本方法 基本上成熟的 你说如果我们的这种 挂来的学名教授法 会发生太大的变化 我们这种 支架法施工 会发生太大的变化 实际上不现实 它只不过 是随着我们这种 工程系统的发展 我们一些设备 我们一些工法 会发生一些 系统性的进步 但是应该说 它总体框架了 并不会发生 太大的变化 好 这以支架法 声为例 我们这个 在今年6月1号 我们国家 这种乘差型盘扣式 找走架 适用制度规范 发生修订 这个修订是从 2021年的 10月1号开始 正是实行我们 新版规范 那么随着这个规范的颁布 也就是说在支架法 声容当中 我们一些 细节性的一些 小描述 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 但是总体 价在框架 应该说是 不会变化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 就是说 如果你提前学习的话 在新教材出来 之前学习的话 对你最后备考 应该说 只是有好处 而没有坏处 千万不要说了 等考试出出来以后 我再进行考试备考 那么这个时间 就非常紧迫 所以一开始我说 从我们这次课程开始 我们就正式拉开了 我们备考的序幕 好 所以这个教材变化情况 应该说 每年都会进行一定的微调 但总体框架 你要间隙 是不会发生变化的 好 我们考试用书呢 包括三章 第一章是我们工程技术章 第二章 是我们的施工管理章 应该说这一课 跟陈老师的管理课 是比较相关的 有很多内容呢 都是相互重叠 我们第三章 是我们的法规跟标准章 应该说这一章呢 在试探考试中 相对鸡肋一些 跟大家学的法规课的关系呢 倒并不一定很紧密 我会不会专门说这个问题 那么大家可能关心 这三章 我们每年考多少分 请大家看 我们通过对近五年 考试分析 有这么个结论 我们工程技术章 在试探考试中 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经常说一句话 叫试探考试 叫技术为王 为什么是为王呢 他是老大 他是占到一百零五分的分值 那么整个试探板分 是一百六十分 证明说已经很清楚 一百六十分钟的一百零五分 什么概念 大家自己想 应该说已经达到了多少 三分之二 好 所以说他的这个比重呢 是非常高的 技术为王 好 然后我们第二章 社工管理章 每年考多少呢 考三十九分 好 这三十九分里面 我会告诉大家 包括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 我们前面这个技术部分 专业工程中间 所包含的质量 跟安全问题 大约占十二分 然后除了这个专业工程 分值的安全以外 剩下我们 纯管理课的内容 比方说什么 招头标 松组设计这些 就跟我们陈老师 管理课 是密切相关的 就这部内容 我们在市政里面 大约是占 二十 这个八分的分值 大约在 十二分去除以后 大约是二十七分的分值 然后我们这个 法规和标准章 第三章 我前面说过比较鸡肋 每年就考一分的分值 好 所以应该说 它是这么一个分布 就是说技术为王 在三分加 一百零五分 然后管理跟法规 加在一起 一共是四十分 那又学院 数理一下 一百零五加在三九 再加一分 才一百 我们这个 四十五分 那么还差十五分 那还差了十五分 考什么呢 它是完全超出考书内容 平均每年差十五分的分值 就是每年啊 还有十五分分值 是我们这本市政书不书上 没有的 那又学院说 那我再计算分值时 是不是这十五分 就整丢了 我需要从一百 这个四十五分 往下来进行扣分 那也未必 我告诉你 这个十五分中间 我们其中啊 大约会有三分之一 就五分所内容 来考什么呢 来考我们的公共课 这个管理课 或者法规课 公共课中有 但十五分中 所没有的知识 就其中五分啊 会考我们 管理和法规 公共课上 所介绍过的 但是我们事务 书本中 所没有介绍知识 大约会占五分 是这个类伍 那么 所以这个类伍应该说 大家基本上 还是比较熟悉 当然剩下的十分呢 可能有些天把行空 比较难把控 那么我们前面说过 试证考试技术未旺 我们第一张工程技术 是这个 一百零五分值 这个一百零五分值里面 它具体包括哪些内容的 我们看一下 第一节介绍 是我们 道路工程的知识 第二节 强梁工程 第三节 是轨道交通 轨道交通呢 大家不要以为 是我们的这个铁路 我们这里主要介绍的是 城市轨道交通 那么城市里面 我们所能见到 这种带轨道运行的 主要是什么呢 是我们的地铁跟轻轨 这类 应该说这三节 属于我们 传统的 市政工程的范畴 它属于我们传统的 市政工程的范畴 我们第四节 积水排水工程 水水场站 主要介绍了 我们自来水积水 以及我们这种污水排水 处理工程 第五节管道工程 第六节生活垃圾填埋处理工程 应该说 这三节 是属于我们传统的 公用工程的范畴 于是呢 我们两个加在一起 我们这一科的名字就叫 市政工用工程 好 所以听到这个介绍 大家会看了 为什么这一科 我们叫市政工用工程 因为前三节技术 我们属于市政工程 后面三节的技术 我们属于叫工用工程 所以统生叫市政工用工程 但这个概念 我们考试 不会直接进行考察 但起码你备好这一科 为什么叫市政工用工程 你是应该清楚 然后我们这个剩下的第七节 我们叫测量跟监测 测量监测 那测量监测是什么呢 应该说 是我们在前面整个七节 我们这个 市政工技术过程中 所能用到的通用的生工技术 就是说在前面整个六个 生工工程过程中 我们所能用到的通用的生工技术 就是我们的测量跟监测 所以这样共同构成 我们的纪录部分 一共是105分 那么大家可能好奇了 这个面比较广 这个里面哪些内容重要的 那么请看 我这边有个进入年统计表格 首先 我们的第一节道路工程 应该说平均每年考察 进入每年考平均每年考察 18分值 但如果你看一下 我们去年2021年 特殊性 我们去年2021年 一共考了多少呢 一共考了25分 应该说分值是比较高的 比平均分增加了7分的分值 我们第二节超量工程 超量工程请注意 平均每年呢 是考察34分的分值 应该说很高 是所有各节技术中 考察分值最高的一节 但是我们2021年 我们在这节上 考察了65分 好 所以这个加在一起发现 我们65加25的话 已经90分缺掉 所以说白了 我们2012年考试 应该说 这个视觉 我个人认为 出了有一些 叫不讲五德 为什么不讲五德呢 基本上就是我们 前两节结束以后 基本上没大决定了 他前两节考的非常多 然后第三节 我们城市轨道交通 请大家注意一下 我们这一节呢 平均每年考察 这个15分的分值 但是2021年去年 我们只考察了9分的分值 应该说分值不高 我们这个第四节 汽水排解工程 平均每年考察18分的分值 应该说过去几个年分 过去几个年分钟 都比较稳定 17年14分 18年18分17分 19年26分 20年29分 但是2021年 只考察了6分 好 广大工程 平均每年考察 我们14分的分值 2021年考察了11分 还是最正常 然后我们这个 垃圾填埋处理工程 这个内容呢 每年考的都不多 平均每年考察 两分的分值 我们去年考察了1分的分值 那这一部分呢 考的分值不高呢 我认为很正常 因为我们现在强调的是什么 现在强调的是我们垃圾分类 垃圾的回收 利用这些事情 比方说垃圾发电 而我们教材介绍的是什么 垃圾的填埋处理工程 直接填埋处理 封闭也填埋 应该说这种技术 跟我们未来垃圾发展的理念 是不相符的 所以我认为 在未来 我们这部分可能会进行改型 更加适合我们将来工程的发展 所以我们这一部分 介绍垃圾 教材用介绍垃圾填埋呢 我们每年出两分的目的呢 主要是宣示存在感 让他知道 我们市政中人包含垃圾处理工程 但是客观说 它跟未来发展方向是不一致的 所以这部分考察分值 也不会增加了 我们第七幕这个测量跟监测 这样监测 平均每年比较稳定 考察四分的分值 我们去年考察了三分的分值 好 所以通过的观察 我们可以发现 在所有的技术 期间里面 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强量工程 平均每年考察三四分 然后我们去年呢 是考察了六十五分的分值 这是一个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我们如果上来看一下 我们去年 2121年的这套卷子 它的分布 应该说这个卷子呢 它命题呢 它的分值分布是比较诡异的 就前面说的 有些人感觉不讲武德 很多人把后面的起排水 我们管到这些传统的 这种 公共工程技术 准备了半天 却发现考的最多的是前面两期 就是道路工程二十五分 强量工程是六十五分 这是一个 但不管怎么说 从这个卷子分布情况来看 我们是更加偏向于什么呢 市政工程的 就是路跟桥所占的分值比较高 而公共工程所占的比重呢 相对来说在去年考试中 有所下降 但是应该说 指这张卷子 情况比较特殊 那么将来究竟是 将来究竟是 我们未来发展方向 就是市政工程占主流 我们公共工程会不会弱化 还是说我们这次考试是例外 我个人倾向于认为 这次考试是一次例外 我认为在未来考试中 大家还是应该按照 五年的平均分来进备考 你不能说是2021年 我们在前面两节考的比较多 那我就压保 2022年还是这两节重点 那不要压这个保 因为我们这个分值分布 重点情况在这里 还是个均衡化的 只是说2021年这道卷子 有一些例外 下面我们看一下 在具体这个技术部分 每一节 向我们介绍了哪些内容 那么请注意我们第一个 我们道路工程 平均每年考察 18分的分值 去年考察25分 它主要向我们介绍了四目 第一目是我们 道路工程的结构和材料 好 它主要介绍了 我们道路工程是一个什么结构 以这个利清路面为例 我们上方是路面 下方是路基 就路面在上 路基在下 然后我们的这个路面部分 按照我们1700以后的新规范 我们这个路面工程包括 面层跟基层这两个层 好 我们传统的电层呢 被拉到路基层里面去 好 这样是一个路面结构 那么关于这个路面结构 它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在这一幕中 想去介绍 然后在我们道路的 每个层位 用什么材料进行修建 它也进行介绍 那这些材料 具有什么特点也介绍 应该说这个内容 主要是选择的 备考的内容 好 然后在第一幕介绍完了以后 我们在第二幕中 就来介绍到 我们下方这个路基 它应该怎么进行施工 那主要像我们介绍了 三列路基 大家一看图应该看出 区别很明显 第一种路基 我们是原地面比较低 我把路基给填住上去 我们这个称为什么呢 称为叫填土路基 第一种 我们称为叫填土路基 也称为填方的路低 第二张图 大家也很经常见 这个图意味着 我原地面比较高 我修路是需要把它给开挖下去 那这个称为什么呢 叫挖土的路基 好 第三张图 大家看很明显 是用实材来修建起来 它称为我们的十方路路基 当然在施整工程中 前面两种为主 好了 那么请注意 这三种路基 共同构成我们第二幕 但是它从考试的重要性讲 是不一样的 我们力量考试的重点 主要处在填土基上 应该说填土基是我们考察的重点 挖土基 十方路基相对少一些 好 然后我们的这个第三幕 项目介绍了 基层的施工 那么我这里有几张图片 它分别代表我们不同种类的基层 那么上面两张 是我们水泥稳定 碎石基层的施工 用的材料是水泥稳定 碎石 应该说这个材料 明显一看大家可以感知 它比我们水泥混凝土 要弱一些 但是比咱们这种颗粒状的材料 或者比沥青材料 要强一点 因此我们把它称为什么呢 叫半钢型基层 半钢型基层 好 什么叫半钢型呢 没有我们水泥混凝土 钢型基层那么钢 但又比我们这种颗粒状的和 沥青的材料要强 所以我们称为叫半钢型基层 好 上面大家看 我上面这两种 这两种什么呢 左面这个是 不同粒茎 大小颗粒分布的碎石 我们称为叫 极配碎石的基层 右面这张图是我们 大小粒茎不同的沙粒 我们做了一次 说白了 这两层都是属于我们 叫极配类的基层 如果把这个基层材料 我们放大的话 会发现 它颗粒材料 这样嵌积起来的 不同大小颗粒的粒茎 嵌积起来的 那么嵌积起来以后 那么在车辆和载种下 它就有可能产生错动 可能产生位移 所以我们它是属于叫 柔性基层 好 所以我们主要介绍了两类 第一类就是 半钢性基层 应该怎么施工 第二类就是我们这种 其配类柔性基层 应该怎么进行施工 好 但还包括我们土工 和真材料的内容 在确定考察了 好 那么这个第四幕 就有关面词施工 那么主要向我们介绍了两类 经典的面词 第一类是我们粒茎面词 这是现在用的最多 粒茎面词的施工 当然粒茎 既包括我们的普通粒茎 也包括改性粒茎面词的施工 第二大类 是我们这个水泥混凝土 面词的施工 随着现在我们交通的发展 随着我们现在对交通 这种舒适要求的提升 负功能提升 应该是我们水泥路 因为它这个比较硬 其实噪音比较大 抗滑比较差 所以现在用的比较少 所以就是说我们这个粒茎面词 它是可以考察 按列分析体 我们水泥部面词 是以选择的考察为主 当然在去年一届考试中 我们考的比较偏门 在这两部分 是都没有进行 这个大体的考察 就去年的一届 然后我们第二节 是我们重头戏 叫长廊工程 长廊工程 级五名的考试 平均名的考察34分 在去年2021年 我们是考察了65分的分值 应该说 这个分值相当高 那么它主要呢 包括这个四目 第一目介绍的是 长廊工程的结构形式 和通用施工技术 应该说在除了 我们2021年以外的 近五年的四个年份中 这一目考察的分值 是比较高的 它首先向我们介绍了 我们长廊工程 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 我们晓得 桥梁工程 是以支座为界的 是以支座为界 在我们支座上方 我们称为桥梁的 下部结构 在我们支座的下方 都称为桥梁的 下部结构 好 所以它主要包括 四部分 一个是我们支座下方的 下部结构 第二是我们 支座上方的 上部结构 也就是桥梁 我们桥跨结构 还有我们支座系统本身 还有我们桥梁一些 附属设施 有的四部分组成 那么这个桥梁途中 它的每个部件 叫什么名字 我们在后面进讲课 是为大家详细介绍的 这也是考察的热点之一 咱们命题 经常指的某部件问你 说这个部件叫什么名字 你要清楚 然后除此以外 我们一些通用手工技术 比方说 我们这个 模板支架 拱架 我们的手工技术 这说白了 主要对应着我们 桥梁工程的 支架法施工 像这个内容 是我们经典的考点 之一 每年必考 不是考案例 只有考选择 我们在这个2020年 一件事的考试中 这一块是考了 我们二年分析体 考在它的拆母 我们在去年2021年 一件事的考试中 这边是考了选择体 都要进考察的 然后我们这个第二个 钢筋事工技术 这个内容 我们是 它主要包括两部分 第一部分 是我们钢筋本身 我们既包括这种 HPB 热闸光源钢筋 就是表面不带类的 光源钢筋 还有表面带类的 HRB 热闸的带类钢筋 除此以外 还介绍我们钢筋的 连接技术 绑扎连接 我们的焊解 还有我们机械连接 当然请注意这些内容 在我们考试中 是选择体考察为主的 这钢筋的实用技术 我们主要是考选择体 好 第三块 就是我们很重要的 混零土实用技术 好 那么这边在进行 我们混零土很经典的 探毒实验 凡是在现场待过的同学 应该是都熟悉 这项实验的 我们混零土的实用技术 好 还有我们 玉尼混零土的实用技术 那么首先 我们要清楚 我们的玉尼金 包括哪几类 我们的这种钢丝 还有我们钢脚线 以及我们金扎龙纲钢筋 它都属于我们的玉尼金 也就是说 可以用于玉尼混零土 施加玉尼的金 我们包括钢丝 钢脚线 还有金扎龙纲钢筋 大家发现 我们这个钢脚线 是由若干钢丝怎么样 领制而成的 这样子的 好 那么原材料是可以进行考察的 好 除此以外 非常重要的 玉尼施工 先章法玉尼利 应该如何进行 施工 那么如果在说有些学员 是非本专业的学员 可以这么理解 咱们玉尼混零土呢 像这个六个字 包括三层海 包括两层海 前三个字 是第一层 代表 张拉玉尼利 后面三个字混零土 是第二层 表示 交注混零土 然后咱们看这两个字的 先后顺序 今天如果是 先张拉运利 后交混零土 我们称为叫 先张法 施工 就是 先去怎么样 张拉我们运利 张拉完成以后 交注混零土 等混零土到75%程度以后 我们来进行 放张 把两边筋 割断 这样随着下部筋的回缩 我们构建 就被带 拱起来 所以我们第一步的 这个工作 我们是 张拉我们的运利 第二步张拉完成以后 交注我们的混零土 第三步 我们来进行 放张事故 就把运筋切断 那么放张完成以后 随着下元筋的回缩 构建就被带 拱起来 这些 除此以外 还有我们后张法运利 应该说后张法 刚才完全相反 先张法是 先张拉运利 后交注混零土 后张法是 先交注混零土 后张拉我们的运利 先交注混零土 等混零土到了 百分之七五强度以后 张拉我们的运利筋 好 那么张拉完成以后呢 因为你在下部 进行运利筋张拉 构建就被自动带 拱起来 然后 某区安装好 某固 孔道江灌好 孔道灌江 最后来进行 风貌 这是我们后张法 运利的时空 应该说 跟先张法顺序 完全相反 我们在去年 2021年 二年分析体 就处在这个地方 它给我们的 运利生活描述 让我们去区分 它属于先张法运利 还是属于后张法运利 应该说 这考察都是一些 基本知识 OK 好 那么应该说 我们在整个 长达工程的 节目里面 包括我们的 支架模板 生用技术 包括我们的 钢筋生用技术 包括我们 护林土生用技术 还包括刚才讲的 是吧 淤泥护林土生用技术 应该说 它都属于我们 通用的生用技术 那也就是说 我们这本年 考察的比重 是比较 高的 那么既然说到运利 我稍微插一句 那么构建 为什么加运利 我前面说过 不管先张法 后张法 我们加了运利以后 构建会上弓起来 我们晓得 如果你没有加运利 我们构建平等 一根梁 两面之作 那么加赫杂以后 构建会产生 一个向下 弯曲曲式 随着构建 上下弯曲 我构建 下缘受拉 下缘很快就裂开了 这段裂开以后 我们晓得 钢筋容易在里面 生锈 会有这么些问题 钢筋一旦生锈以后 我们这个熊寿命 就大胆折扣了 所以应该说 我们后张法 主要目的 是干什么的 是我们运利 生锈的主要目的 是我们 先通过张大运利 不管先张后张 是构建 先上弓起来 然后我吃加赫载的时候 由上弓状态 到压平的状态 构建不开裂 压平 随着赫载的再挣大 构建才向下弯曲 下缘才开始开裂 所以我们认为 运利的目的是干什么呢 是提高了构建的刚度 增强了构建的抗烈性 延长了构建的使用寿命 这是我们运利 之中的核心目的 当然这个目的 考试是不会进行考察的 当然作为你一个 备考一键学 在这个学习了我们运利以后 起码你应该了解一下 为什么需要施加运利 好 所以把这个加上完以后 因为我们有这么多 痛声技术 所以导致我们第一目 利点考察分值 是比较高的 除了这以外 我们还介绍了 桥梁的制作 以及我们这个 桥梁伸缩装置的 声技术 所有这些内容 共同构成了我们 这个第一目 桥梁结构形式 和痛声技术 然后我们桥梁工程 第二目 是有关 桥梁工程 下部结构的 施工 那么下部结构呢 主要向我们介绍了 我们几类 大家给看一下 第一步要经典 是我们维艳施工 这个东西我们成为了维艳 今天咱们 如果需要在水中 松工程 因为周围都是水 不好施工 那么我可以先从水上 往水下 施作一个我们挡水结构 施作上去以后呢 来进行我们的封底施工 把里面水抽干 这样在中间 可以形成一个 干法作业的空间 那么周围 这个挡水结构物 我们称为叫维艳 第二个请注意 我们叫灌组装施工 装机组中的灌组装施工 这是我们考察的重点之一 那么还有我们桥梁 桥敦或者桥台施工 总之 我们这个桥梁 施作以下 维艳 灌组装 陈入装 桥敦桥台施工 都是我们下部九十工 但如果你从考察重点说 我们考察重点 主要是两个 一个是我们的维艳 第二是我们的灌组装基础 是我们命题的重点 第三目 有关桥梁 上部九十工 我在这页 给大家展示的 是我们 当今混零土 或者是 淤泥混零桥梁 它的生工技术 那么今天如果请大家 把这四张图片 给我分成两大类 我们的分界线 应该怎么画呢 打给思考一下 分界线可以这么画 好 我左上角这张图片 说我们预先已经把两板怎么样 预先把它给预制好 然后在现场进行 用双击台调作业 来进行 调装饰工 所以这种工法 我们称为叫装配实施工 装配实施工 预先把两板 预先做好 现场进行 调装实施工 装配实施工 而后面的三种工法 统统属于我们 现交法实施工 混零土的现交实施工 它意味着我们需要现场去交注 我们混零土 只不过 我这张图片 用的是我们 支架法现交 现场 打好支架 按好模板 来现场混零土 下面这种属于我们用 移动模价炸桥机 来进行的 移动 模价法实施工 这炸桥机 大家可以发现 也有两部分组成 我们后面这一部分叫组衡量 前面这一部分我们叫 钢倒量 我们混零土 梁是交在组衡量上面 组衡量 是可以沿着钢倒梁 向前移动的 依次来进行 这种生工法 最后一种 这个工法 我们称为叫 玄碧交注法事工 也所谓玄家法事工 在现场一般把这工法 也称为什么呢 也称为我们叫 挂蓝法事工 所以这个工法 我们称为叫 玄交法 也称为叫 挂蓝法事工 好 那么后面的三种工法 毫无疑问 我都是要在松现场来 现场交注 混零土 所以称为叫 现交工法 那么如果从考试重要性讲 我们最重要的 和最多的 还是我们其中的 支架法事工 好 然后我们 这个上部结构事工 除了我们这种 混零桥梁生文以外 我们一件书 还想介绍了一些 特殊桥梁 比方说我们 钢桥 怎么进事工 我们挂蓝土拱桥 怎么进事工 我们的钢混 叠合两桥 怎么进事工 我们斜拉桥 怎么进事工 当然主要重点内容 是我们这部分 好 第四目 是叫管寒和湘寒事工 那么请注意 管寒和湘寒 它都属于我们寒洞类的 都属于寒洞类的 我们寒洞有 小寒洞大寒洞之分 小寒洞主要作用 是用于排水 那么我们大寒洞主要作用 是可以走人走车的 我们称为叫交通寒洞 好 那么这部内容应该说 过去考察的非常少 平均每年考察了 一分的分值 但是在去年2021年 一件事等考试 我们是在这种 顶推相寒的事工上 是处理到大的二年分析体 导致我们 因为是出在最后一道 三日分岸的分析体 导致我们整个去年 强量工程的分值非常高 主要出在这一部分 但很多学员讲 可能因为这种考试抓重点 我们没有重点复习这一部分 但实际上 即使你没有重点复习这一部分 你完全可以凭借 你的工程尝试 或者通过我们教授 从讲授以后 你所形成的专业知识 可以把问题搞定 好 它之中题目这么出的 中间都有个A 都有个B 我们工序中 AB什么工序 这事情 那问我们这AB什么工序呢 这个毫不疑问 我在进行 试顶进 和正顶之前 我是不是首先得把这个相寒 给安装好 得预制好 就预制好以后 我是不是才能进行我们试顶进 和正顶进 所以这个相寒的制作 肯定是要有的 那我来说过程中 是不是要进行我们的监控量测 这肯定也要有的 所以这么一点步 应该很简单 然后还问我们 在顶的过程中 要监测哪些部位 监测哪些项目 那这个大家肯定也应该是清楚 它这个实际上 跟我们管道中顶管事工 是比较类似的 我们管道顶管事工 是后面在顶 前面在挖土或者切土 它也一样 前面是要进行挖土 后方来进行顶进 那么在送过程中 它的位置对不对 平面位置 轴线位置 肯定是要监测的 那它的高度对不对 标高或者高层 你肯定是要监测的 我每次顶进 往前进的多少 这个顶层是要去监测的 那么经过若干净顶进以后 相寒总共前进的多少 这个总进制 你是不是肯定也要去监测的 所以其实这一部分 就是说你如果 其实没有完全复义到教材 也应该凭借你的 我们学完课程以后的专业知识 能够把它给做出一部分分制 当然不可能满分 所以现在考试越来越考察 大家一些专业思想 所以这部分在去年考的比较多 导致整个长大分制非常高 好 那么这个第三幕 我们是承认轨道交通 这每天这考察 十五分的分制 包括四幕 第一幕是 关于我们这个 轨道交通的结构特点 那么这个第一幕主要向我们介绍了 我们这个地铁车站 可以使用什么样的工法来进施工 我们这个两个车站中间的区间隧道 应该使用什么工法来进施工 主要向我们介绍了这两类内容 好 大概每年考察 一分两分的分制 然后我们的第二幕 关于明蛙结构事故 应该说这个内容 是我们这部份考察的重点 主要向我们介绍了两类结构 大家可以看图 第一类 是我这个 长口放铺的结构 是我长口放铺的结构 第二类呢 考了更多的 更加重要的 我边上当土当水的这一圈 称为叫维护结构 中间白色这个称起来的 我们叫支撑结构 当然统称为我们叫 有支护结构的结构 我们称为叫有支护结构结构 主要向我们介绍了 这两大类 技能施工技术 应该说这两大类 技能施工技术 是我们案例分析体 考察的热点 我们这一部分 整个的15分 可能大约有12分左右 都有考察我们 这两个 都有考察我们 这两个类的 就放铺基坑 和我们有支护结构的基坑 应该说中投系 第三部 向我们介绍了 顿购法 施工内容 顿购法施工应该说 我们这么多年下来以后 基本都是考选择题 应该说 顿购法施工 是我们今天 工程应用的热点 但并非我们 考试考察的热点 怎么考虑考察这一部分 我们主要是考察 我们选择力为主 在我们这个 去年 2021年 一件事的考察中 也是考察 选择题 大家能够基本动机 基本概念 就可以 还包括第四幕 叫 POMOALPHA的 施工 那个POMOALPHA 包括 我们的 新ALPHA 和 潜埋 暗瓦法 我们在后面 经讲课 是会详细 介绍的 那么它呢 是把隧道开发出来以后 首先这个 喷 混用挡 锅杆 做初级知乎 然后等 初级知乎 做好以后 来施工我们隧道的 防水隔离层 防水隔离层 施工完成以后 来进行我们 二次混凝土 二次寸器的施工 这样形成隧道结构 这部分考察应该说 我们也是考察 选择题为主的 那么把这个说完以后 大家发现 我们这个 轨道交通部分的 十五分里面 我们第一幕 地铁车站 区间隧道施工 是考选择题 刚才说的 动工法施工 是考选择题 现在说的 碰法施工 也是考选择题 那也就是说 这本如果考 按理分析题 它的重大 将落在我们 基坑部分 所以这本是重点 好 然后下面请注意 我们的第四幕 关于 积水排水工程的 施工 那么几半点工程 每年考 十八分的分值 应该说 在过去几年分中 都比较稳定 只有去年例外 我们这里 只考察了六分 好 但这部分 大家还是要警惕 因为我说过 过去几年分 都比较稳定 只有去年是例外 所以我认为 在二零二年 这边不可能再考 再只考六分 那么它主要 像我们介绍了 两类 两块知识 第一块有关 我们自来水 集水厂 自来水厂 第二块是我们的 污水处理厂 它厂上的 结构特点 好 那么这里 一个比较经典问题 就是地理构筑名称 你要清楚 哪些属于我们 集水处理的构筑 哪些属于我们 污水处理构筑 这是要进行区分的 好 然后在第二幕 关于厂上施工 应该说 这部分 是我们地点考察的 一个热点 它主要三个经典的考点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 关于这个水池 应该怎么进施工 水池施工 是我们考察的重点 是可以进行 案例分析体考察的 那么除了水池施工以外 我们这个 生完成以后 需要做检查 检查水池是否漏水 我们水池的一个经典的实验 叫满水实验 在这一块 是进行考察的 是可以去案例分析体 第三个 我们还有一种情况 我今天需要在地下 做一个基础工程 比方说做一个下沉式的泵站 那么常规做法应该是 挖基坑 在底下做基础 然后再来进行回贴 但今天现在的条件 很可能是不允许我挖这坑 或者我不想挖坑 那么这如果是 苏南海水地层 我还有一招 在地标以上 把这个沉井怎么样 做好 让它自发沉到下面去 那也称为叫沉井 那么有关沉井的事故 大家下注意 好了 所以我这边说了 我们整个这一部分 平均每年是考这个 18个分值 但是我们去年只考6分 我认为2022年 不可能再只考6分 那么把握哪些重点 把握三个 水池怎么施工 满水时间怎么做 沉井怎么施工 基本上就可以了 好 第五目 关于我们的广大工程 那么请大家注意 广大工程包括四目 主要向我们介绍了 四类经典的四灯管道 第一类是我们 积水管道的施工 那么积水管道呢 属于我们的压力管道 第二类是有关 我们排水管道的施工 排水管属于我们的 无压管 这两类 然后第三类是我们 供热管道的施工 第四类是我们 燃气管道施工 就是积水管 排水管 工人管 燃气管 属于我们经典的 市政工程的四大类管道 好 那么这个第一目呢 就是我们几排水管道施工 所以如果你看 我们整个管道工程 十四分 分子分布 应该说分子考察最高的目 实际上是我们的第一目 几排水管道施工 大家请注意 这并不意味着 几排水管道本身 是特别重要 主要我们把管道工程的 土建事工 是出在这一部分 我们把管道工程的土建事工 是出在这一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事工方法 首先从地边往下 开挖沟槽 然后下管安管 将来再用回铁 这么称为开草施工 那么像这种工法 我们用夯管法 直接把管道夯进去 它是不需要直接 开挖沟槽的 我们属于叫不开草施工 那么这些都属于 管道的土建事工 因为教材集中版 管道工程土建事工 写在了我们第一目里面 因此导致我们第一目 分值偏高 所以这第一目 大家是要重点把握的 那么第二目 主要介绍了 我们这个供热管道事工 好 那我这边这张图 这是一个我们供热管道 大家看到 它主要由三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是中间我们的 保温馆 或者说钢馆 或者说工作管 名字很多 可以是叫保温馆 可以叫工作管 可以叫安管 然后为了给它保温 在外面我们这个淡黄色的 是吧 我们居然是泡沫塑料 保温层 是要有的 叫保温层 外面黑色的 这个是我们高密度巨烯的 外护管 好 所以应该说 这是我们一个保温馆的结构 中间是保温馆 中间是它的保温馆 外面是我们的保温层 在外面是我们的外护管 它结构 要清楚 另外对于我们整个工人工而言 应该说它的这个附件设备比较多的 比方说我们这种各种各样的支架 以及我们的补偿器这些东西 附件设备比较多 所以这门考察 主要是考察选择题 大家把保温管达结构 以及我这个相应的附件设备 能够做选择的勾选 基本上就可以了 好 第三目 想我们介绍的是第四类 我们经典式灯管道 是我们的燃气管道 那么燃气管道应该说 是我们在管道里面 除了派出管道以外 考察这个它的分值 大约占第二位 不但介绍燃气管道本身 还想我们介绍燃气管道一些 生工方法 所以这部分倒是大家 是要把它学好 然后我们整个 这个管道工程第四幕 每年考一分的 向我们介绍了我们 综合管廊的 这个生工技术 综合管廊 又称为叫共同钩 它只在中间 可以容纳 两类纪上管线的设施 我们称为综合管廊 应该说它是我们今天 这个管道技术的一个新的发展 是我们大力提倡的 叫共同钩技术 但是从地点考来说 基本上就是一个选择题 大约是一到两分左右 好 所以我们把管道工程 进行完成以后 大家发现 通过对立点考来分析 我们发现 管道工程考上的重点 是在我们开槽不开槽 土建事工上面 那么如果你用管道的总类 来分类的话 考了最多的是我们排水管道 其次是我们的燃气管道 好 所以在备考之前 有这样的心理准备 大概就OK 好 然后下面我们第六幕 像我们介绍的 第六节 是我们生活垃圾填盘处理工程 它主要包括 垃圾填盘想工程施工 它介绍的是 我们这个 泥质方碎层 基础称为基础 然后以这个 我们HDP模 这高密度基础性模 为核心的一种 封闭式填盘场 生物技术 那也就是说 我最主要靠HDP模 这个模如果突破的话 被胜利液渗透的话 我上面还有补救 叫GCRD 在后面说到 那上面有我们的 防止水层基础层 这类技术我们都称为 叫封闭式的填盘技术 它的目的是为了 限制垃圾中的胜利液 进入我们的这种土体 来污染地下水 防止这个事情 但我说过这个技术 跟我们将来 垃圾反反方向 是不一致的 我们现在强调的是 垃圾分类 垃圾的再利用 这些东西 所以我认为 教材中写这个主要目的 是宣示存在感 所以每年大约 就一到两个选择题 就了事了 分止在一分两分之间 所以这本不要做重点 好 我们的第七节 也技术章的最后一节 是我们测量监测 我也开始说过 测量监测 是咱们前面整个 六项技术使用过程中 所能用到的通用的 施工技术 包括我们 这个施工 我们测量的技术 好 那么这个工程测量 大家晓得 我们这个 是要确定两方面内容 第一方面 我们有平面测量 确定我们工程点位的 精度纬度SY 这是平面测量 第二个呢 是我们的高层测量 它说了测量 我们这个大测量点位 它的高乘H 或者说标高 那么当我们把每个点位的SY 和H 确定以后 相当于点的位置 工程点位的位置 就被确定了 所以这个相关知识 是我们测量部分 介绍的重点 然后我们还有这个监测 监测 那么请注意 在七根筋的部分 我们重点考察的是 我们的监测项目 这是我们考察重点 好 应该说 它这本考察重点 是比较明确的 每年大约考察 我们三到四分的分值 好 那么我们教材的第二章 我们书物管理章 一共包括十九目 那么首先了解一下 我们第二章的十九目 它分值的分布情况 咱们可以发现 从其中的这个第一目 张头标 一直到第七目 我们进度管理 应该说这个内容 是我们纯管理的知识 或者说一般性的 项目管理知识 和陈诚老师的管理课 应该说是这个高度重点 好 然后我们这个第八目 介绍的是 我们这个质量管理的内容 当然第八目 介绍的是一般性的 质量管理知识 第一次我们介绍 具体道路工程的质量 第十目 桥梁工程的质量 第十一目 轨道交通工程的质量 第十二目 挤排水厂站工程质量 第十三目 管道工程质量 索白 钻工程质量 这个每年大维考察 五分的分值 整个这一块 索白介绍的是我们质量主题 十四目 我们一般性的 安全管理知识 十五目 基坑工程的安全 十六目 桥梁工程施工的安全 第十七目 隧道和我们 管道工程施工的安全 好 应该说从第十四到十七 介绍了另一个主题 是我们安全主题 好 那其中十五十六十七 大约会考到五分的分值 然后这个十八目 我们 职业精工安全 跟环境管理 十九目 竣工验收 这两个又属于我们 一般性的管理知识 就是从管理的知识 所以我这么划分以后 大家可以发现 我们整个管理本十九目 介绍了三方面来 第一方面是我们 一般性的 生物管理知识 第二个呢 是我们 质量主题 第三个是我们的 安全主题 好 三大主题 那么如果了解分支分布情况 我们可以看 第一目 张朵标 并非重点 每年考察 一分 第二目 造价管理 并非重点 每年考 零分 第三目 合同管理 应该说 比较重要 平均每年考察 六分的分值 合同管理 然后第四目 称本管理 每年考 零分 第五目 我们施工 组织设计 应该说的比较重要 平均每年考察 我们七分的分值 第六目 现场管理 应该说 比较重要 平均每年考察 三分分值 好 这些一个 然后我们第七目的 进度 我们是 五分的分值 好 一般性的 我们质量 管理 每年是 两分的分值 倒入工程的质量 每年是 三分 好 这分值比较高的 然后我们这个 墙量工程的质量 每年是 一分的分值 好 管道 上面再看 管道工程质量 每年是 三分的分值 是比较高的 然后一般性的 安全管理 每年是考两分 基坑生物的安全 每年考两分 然后墙量工程安全 每年考一分 我们隧道工程 非常安全 每年考两分 当然 职业健康安全 职业健康环境管理 每年是零分 最后 区分的时候备案 每年一分 那么通过 这个分值分布 咱们也发现 应该说 重点还是比较明确的 这也比较明确 好 那也就是我们前面 讲的这几个 大家可以发现一下 第一个 我们的合同管理 应该说比较重要 六分 我们的松组设计 比较重要 七分 我们的现场管理 比较重要 三分 机动管理比较重要 五分 这几个 然后剩下的 当然这个 道路工程质量 我认为到没啥 因为它主要介绍的是 我们技术部分的内容 管道工程质量 也介绍的是 我们管道工程 技术部分内容 好 所以那种重点 比较明确 我们整个第三章 法规标准 我前面说过 每年考察 一分的分值 主要是 先介绍了一些 有关建设的法律法规 大概每年 每年平均考 零分 然后这个有关 我们技术标准 平均每年考察 一分 在我们去年的 二件试整考试中 它这边是 一件试整考试中 它这边是出力到 二一年出力到 我们的多上选的题 两分 所以整个这个内容 一般也就一两分的分值 好 如果你直接看 这些表格的话 可能会看到 会比较头晕 我们在最后 给大家总结一下 应该说这个总结 是非常重要的 就关于我们考察的重点 在什么地方 那么请注意 对于我们的第一章 工程记录章而言 我们把整个世界这一章 分成了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我们叫重点节 是我们的长达工程 它每年考三四分 在去年考了六十五分 应该说很厉害 但不管考试重点怎么变化 前浪工程必定是 得复习的重点 我们的次重点节 实际上有几个 道路工程每年十八分的 轨道交通每年十五分的 几排水每年十八分的 管达工程每年十四分 应该说十四到十八 倒没有太大区别 基本上一到两个选择题 或者多个小问就回来了 所以我们这个道路 轨道交通 几排水 管达工程 是居于我们第二层次 叫次重点节 那么这个拉机填排处理 这个两分 以及我们施工测量监测 四分我们称为叫一般节 所以基础章 我们分为四大层次 来进行把控 那么刚才说的第二章管理章 比较乱 我给大家总结一下 我们第二章管理章 平均每年考察39分 法威标准第三章 考察1分 加在一起每年考察40分 其中我说过 专业工程的质量安全在7分 专业工程的这个安全占5分 专业工程质量占7分 安全占5分 加在一起12分去掉 剩下的28分就是我们 施工管理防卫标准 一共占28分 在8分里面 我们前面说过 分值在三分级上的重点 有四个 叫四大重点模块 哪四个呢 我们的凶组设计 施工组的设计 每年是考7分的 合同管理每年考6分的 进度管理每年考5分的 线上管理每年考3分的 你加在一起 7加613 13加518 18加321 这四个重点模块在一起 平均每年考21分 各位 21分跟28分是什么关系 不用我说 四分之三 75% 那也就是说 我们在管理法维章中 我们是有重点可抓的 我们会以短短的 四个小内容 会考到其中 75%的分值 所以大家在备考 管理部分请注意 一定是有重点可抓的 实际上我很同情 有些学员 把教材整个第二章 管理法规 第二章管理部分 画的绿麻麻的 背了很多 这样没必要 因为我们第二章管理 一定是有重点可抓的 我们会以短短的 四个点的内容 来考察这个 75%的分值 所以这么备考 大家一定要 抓到重点 没关系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